台灣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陳沐盛 台灣Vogue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彭奕怨 那個狗是比較難控制 馬倒是還好 因為我在戲裡面我要騎馬 最難的是動物 我們三個小狗還有一些馬 都訓練了很久才來拍的 奔跑的部分其實有一定的難度 我記得那時候拍的時候 那個馬就有時候會聽話 但是也有不聽話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拍很長的時間 他可能已經待了十幾個小時 所以導演心中的那個時代的大俠 應該是像黑澤民導演拍那個時期的 像《三船閩郎》那個外型 那個樣子 所以導演叫我看了很多那個時期 那個演員《三船閩郎》的演員那個電影 其實馬峰這個角色特別像現代人 他就是一個會武功但是不用槍 但你又要改變這個環境要改變了 你沒辦法你不改變你就被淘汰了 所以他標示他氣刀 但他不再用功夫 不再用是靠這個賺錢 那他怎麼過日子 最終他還是得回到原本的生活 但世界已經變了他已經被淘汰了 我覺得他是最現代的一個人 所以他的對白可以放鬆一點 沒有那麼會顯 比如說青雲就不能 青雲這角色是比較一個 比較文文重重的一個角色 他不能講得太輕鬆或者是太現代 他也不是刻意待你 他是說他在演的時候他特別集中 他會做很多不同的方式去演這個戲 他是專心做他的 然後你可以跟著他去做改變 我認為洪青寶大哥 其實他洪青寶大哥好像是很有威嚴的一個人 其實他很幽默 他就把這個片場的氣氛搞得好像開派對一樣 可是當他拍戲的時候他的威力他的氣場是特別強 所以他是鋼油病重的一個導演 《威城》是一部我很久想拍的一個武俠片 我希望觀眾去看這個電影會感受得到這個主題 就是每一個人的勇氣面對很多強權跟困難的時候 要去拿出來 所以希望觀眾會喜歡這部《威城》 今天必看的動作片一定要來看